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图布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讲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信说PHP 大家好 我是熊连的讲师高若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前面咱们已经把赛神的一些基础的部分都讲完了 对不对 这节课咱们就得看一下赛神的实力了 实际在工作中的应用 对不对 咱们前面讲Cookie的时候 咱们讲了一个登录退出这样的一个系统 对吧 咱们现在用赛神也做一个这样的系统 看一下基于赛神的如何做登录退出 大部分网站都是这样做的 那我们先把基础的文件咱们先建好 比如说 首先我们需要有一个首页 我们叫做 index.pt 可以吧 我们还有一个登录页面 叫做 log.in.pt 我们再有一个退出页面 对 logout logout logout.pt 当然了 我们还可以有 比如说你内容的列表页面 其他页面都是类似的 对不对 有类似的 对不对 假设这有多个页面 对不对 那做一个项目呢 我们还需要一个配置文件 比如说 config.inc.pt 对吧 然后呢 所有的连接数据库 我们用统一的一个文件 我们就叫做 数据库连接的一个文件 con.inc.pt 好吧 那我们把这几个文件 出实话做完 比如说 配置文件 我们在这里边 如果做一个34大 那我们其他的页面 就都不用34大了 包含它就可以了 对不对 所以在配置文件里边 我们最开始的位置 来一个 session start 好吧 开启绘画 那它具于什么作用 前面的课程都说过了 对不对 然后呢 我们比如说 配置文件 那我们改这个 可以改一些 连接数据库的方式 我们用长量可以吧 可以 比如说 cos 新版本可以用cos 就是长量 对不对 比如说 dsn 等于 mysic 币号 host 主机 等于 localhost 对不对 然后 db name 等于 所以说 pnp 然后 数据库的用名密码 conft 比如说 数据库的 db user 我们是用 root 对吧 数据库的密码 db pss 我们这会用上 ps wrd wrd 密码是123456 就在 123456 这样的配置文件 当然了 咱们小项目用到的只是这些 如果用到其他的 咱们得改 对不对 我们需要把这个 在各个文件里边包含 对不对 它想用数据库配置是不 它也得包含 对吧 那我们在这里边 每个里边 都include 包含一下 cunfi.inc.pp 包含这个配置文件 对吧 那这个包含配置文件 我们还得干嘛 还得联系数据库 对不对 try catch 里边pdoe 如果有问题的话 直接输出 er 错误 错误 原因什么呢 e里边有一个 gatmsag 这就可以了 然后临阶 这话就是pdo 等于newpdo 然后我们里边 传几个参数 第一个 传的是一个常量 对 dsn 第二存的常量是什么 db user 然后dbps 密码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连接到数据库了 对不对 然后其他的文件 比如说看一下 这里边需不需要连接数据库 如果需要连接数据库的话 我们再包含它对不对 比如说 首页上边的 我们需要连接数据库 去显示些数据 所以我们只需要包含谁 include 包含cun.inc.pp 是不是就可以了 对吧 这是首页上我们需要做的 然后列表页面上 我们是不是也需要包含这个 对 对吧 然后登陆页面 我们也得到数据库去查询 对不对 所以呢 也得有这个 当然我们这块可以把这两个小文件 可以写到一个文件里面去 对不对 多个文件 当然以后用框架的话 包含的问题都不用你去操心 对不对 推出页面 咱不用连接数据库 对吧 嗯 咱们这里边就直接包含谁就可以了 对 include包含cun.inc.pp 包含这个 配置文件就可以了 对不对 好 好 这几个文件就完了 咱们就得设计一下 咱们这个系统 除了登陆推出 还干嘛 咱们做一个邮件可费 对 就是每个用户登陆的都能看到自己的邮件 对不对 当然它不是真实的模拟的一个邮件系统 还配置邮件服务器 那也咱就不来了 好吧 咱只做一个什么呢 对 对跟用户有关的 他登陆之后 就是从一个表里边 比如说自己的文章 自己什么那种形式 那只是假设一下邮件的方式 对 建一个表里边放一些绑定不同用户ID 对不对 谁登陆显示谁的邮件 就这样的一个简单的东西 那我们再看一下 在我们原来做数据表的时候 myseeker-root-p123456 然后小哥- -h-h-host 对吧 然后use 你说pp这个布 然后 sow tables 开演表 是不是咱们前面在哪个里边 在前面咱们做coupy的时候 对吧 用过user这个表 看一下 能不能再用一下 就不能再建了 user 有ID姓名 有个他的邮箱对不对 然后这里边其他的是权限 是不是 对 全线在这里边 确认知识里面对不对 我只需再建一个什么 它的mail表 放自己的mail信息就行了 为了大家将来用这个例子也方便 这话 我把 做一个轮轮件好吗 好 这话 cret创建表 比如这个email表 对不对 然后这里边有个id int not 非空 ut u 小线 incr mint 对吧 然后还有什么uid 跟哪个用户对应哪个用户的有件 对吧 然后int not 非空 然后default 确认值为0 然后有件的标题 对吧 我就用vx 假如说这块80个 确认值为空 然后 对 对 default not 非空 然后有件的接收时间或者发送时间 对不对 然后是p time 对吧 int not 非空 咱们存时间有错 确认值为0 对吧 然后我们在什么 还有一个文件的主体内容对不对 no male body 然后咱们就past的吧 文本的 然后pri mrv pey 主件咱们是id 好吧 好 我们把它 当然了我们直接把这个查语句也写好把数据新展示模拟一些数据 咱就不做什么发送接收这个过程了 里边就放一些数据 insert into 插的表 email id是中文字长的不用 uid 对吧 然后标题 然后p time时间对吧 标题时间 包的体咱们也不用做体的体内容 那就随便写写点数据就可以了 对不对 然后 v流指uit 咱们就得看一下 跟这几个关联的是哪个 select 从user 这里边 是123对不对 对 咱这话就e uid是1的一个对不对 对 然后标题这话就是我就随便写11111行不行 然后长点飞 然后时间我也就随便写一个值了 比如这是13356789 对吧 就随便写一个值对不对 然后还有什么 还有内容对不对 内容也是11111随便写一些 这是插入一条数据 这些都是4公用件都是用的 我这话就是用1行2 1行3 3 3 2 2 4 4公用件代表对不对 然后 这话 uid都是1的对不对 比如说 比如说第二用三个用件 他这边是第二个用户 第二个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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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也都是第二个用户 可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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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们再来做一个第三个用户 第三个用户 对吧 对 我们看一下 能不能执行成功 再按过来 好 select sir from email 是不是这一个就都有了 将来当查询的时候 稍微可以下什么 ware条件 uid等于1的 是这些对不对 uid等于2的 是这些 uid等于3的 是这些对不对 然后咱再看一下用户表里边都有几个用户名 重新看一下 serect select select 比如说是 id和username from 从user表里边 就有妹子 for admin 密码我记着跟优惠名是相同的 对不对 然后在权限之类的 这样的话我们表和文件的结构和主体结构是恶了 那剩下的任务 是不是就是我们去处理数据库和处理登录和推出 那这些处理的过程就是我们下节课需要给大家介绍的内容 好 这节课我们就接到这里 好 再见 初学者在学习一门编程语言时 总结能力非常差 胡乱学习 对学习的内容和方法没有掌握 对行业的发展毫无了解 对自己的未来也很迷茫 为此 风格推出每天60秒语音 为你答疑解惑 加入风格微信公众账号 让学习成为一种习惯 用微信扫描二维码 或者搜索高乐峰兄弟脸 出来一个高大威武 有内涵的帅哥就是我了 点击关注 我就会天天骚扰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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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